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原来的四队一组换成三队一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过度还占有机会通过暴冷的方式进行淘汰赛 另外关于中国可能举办世界杯仪式 外界目前也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希望中国足协尽全力争扮 因为中国男足进世界杯的最佳机会这个是对吧 第二种看法也是希望中国足协尽承办 但不举办男足世界杯 而是女足世界杯 那关于这种看法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因为中国女足的实力和成绩 甚至是表现是中国足协能够拿来出手的 那最后一种看法就是希望中国不举办世界杯 不然结局很可能跟亚洲杯一样的 华为局次见到了多个专业足球场 最后却因为一些原因说不办就不办 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资源 那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到